这是一款真正兼顾安全性能与质感的磁吸充电宝 翻过来堆叠电芯让它更稳定安全 QI2认证无线系统让它更高效 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期测试片我们验证了这款KUCHIO QI2认证磁吸充电宝的实力 无线15W连续输出30分钟 全程没有降频 温控稳定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不过真正让这款磁吸充电宝引发讨论的不是它的性能 而是它那句拨有分量的宣传语半固态磁吸充电宝 这种半固态电芯提高能量密度的同时 在热扩散和安全性上都有优势 而且它还是用的堆叠工艺 听起来很优人啊 但是到底有没有这么神 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台外观精致的磁吸半固态充电宝 彻底拆开 看看内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堆叠结构 它的QI2无线模组 电源主控 以及散热布局又是怎样的一套底细 接下来开始拆解它 充电宝拆解有不可估量的风险 内部有锂电池 会发生爆燃的情况 请各位朋友们不要模仿我们这些拆解模组啊 内部的这根线材是60瓦的线材 内部是没有eMarker芯片的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不对它做拆解 这个充电宝正反两面都是康宁的玻璃 加热以后我们滴入解胶剂 利用刀片就可以顺利的把它敲开 充电宝这一面就是电池 在这一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板和磁吸圈 打开的第一眼 这个做工跟我们前面拆的那些磁吸充电宝 内部的布局都不一样啊 这个板子就要大很多 需要缓震措施的地方都有这种缓震泡棉 包括外壳上面需要缓震的地方都有缓震泡棉 这个是磁吸的定位磁铁 取下来的两片康宁玻璃 电池热量采集用的NTC热明电阻 电池的底部打了黑胶进行固定 这个磁吸圈是粘在电池上面的 我们用解胶剂把它解下来 两个螺丝把主板固定在这一个铝合金的框架上面 映射LED灯亮指示灯用的导光柱 Type-C口保护胶套 然后这一块就是电池加主板模组 这是强制磁铁组成的一个磁吸圈 隔离用的一个胶圈 这个是无线充电用的粒子线圈 是直接焊在主板上面的 充电宝的无线线圈 充电宝的主板 充电宝的电池 咱们都把它分开了 这就是这个酷秀QI2磁吸充电宝的拆解过程 我们现在进入这一个半固态电池的测试环节 我们先把电芯正负级上面的绝缘贴纸全部撕掉 然后把电芯的上面的连接线也把它剪掉 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电芯的内组情况 专业的电芯内组测试仪测试到 这个电芯的内组仅为4.55毫欧 这块电芯是咱们前面拆解的安克一款充电宝内部的一个电芯 1万毫安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组 测试到这一块电芯的内组为 大家看一下 31.9毫欧 两个电芯对比一下吧 非常的直观是不是 然后我手头上这一颗电芯来自宁德时代ATL的 高品质的 但是它是普通的三元礼 测试到这一个宁德时代ATL电芯的内组值为 48.2毫欧欧 从内组测试来看 这个半固态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仅仅4.55毫 因为半固态电池比普通的三元礼电池要安全的多 从哪里展现 我们接下来测试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也不做针刺实验 直接用剪刀把这个脚给它剪掉 现在这个电池电压为3.6V 危险操作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普通的三元礼聚合物电池绝对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 给大家强调一下 切勿模仿 直接把一个脚剪掉 电压还是3.6V 没有发生爆燃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剪掉这一个脚 两个脚都剪掉了 电压还是3.6V 半固态电芯的优势就是不会爆燃 再强调一句啊 普通的三元礼聚合物电池 大家不要模仿我这种操作啊 然后把这个电池全部拆开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堆叠工艺 这就是拆下来内部的电芯 堆叠是半固态结构 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卷绕电芯 电解质呈凝胶态或固液混合态 即便是着层叠放而非卷绕成统 这样不仅抑制了液态电解质外泄 也避免了即片之间 因层间错位而产生的贯穿短路 即使局部被剪切或者刺穿 短路也局限在微小区域 不会形成热蔓延电路 在前面的拆解中 我们已经验证了这颗半固态堆叠电芯的结构 和安全特性 它不仅在暴力剪切下保持稳定 也为整机的功率释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要让这颗电芯的性能被完全发挥出来 靠的就是整块主板的能量管理和控制架构 打开主板以后 内部的布局非常的紧凑 逻辑清晰 从电芯输入到主控管理 再到有限无限的能量分配 每个区域都缓缓相扣 整机的思路很明显 更高的能量密度需要更精细的控制体系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就正式进入它的主板电路部分 看看酷秀是如何让这颗半固态电芯的性能 被完全的释放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电池及保护系统 整机使用一颗5000mAh的半固态电芯 能量值是19.25Wh 电池厂家的话咱们没有查到 应该是酷秀定制的一颗半固态电芯 电池保护部分 采用了苏州赛星为电子 两颗XP7608单串保护芯片 组成主副保护结构 负责过冲过放短路过流检测 多新容易设计 能大幅提升安全等级 苏州赛星2009年成立 主因电池保护IC 理电池管理芯片 电池保护用的NMOS开关管 使用了深圳瑞郡半导体的NMOS 型号为RU3040 承担电池正负端的 电子开关与保护切带 瑞郡半导体2009年成立 主打中低压功率MOS 快恢复二极管及功率IC 取样电阻R2005 用于电池电流检测 为保护芯片及主控 提供精确的电流反馈型号 NTC热米电阻 则直接贴在电池上面 用来检测电池的温度 让系统在过热时降功率或者是切断输出 整个保护系统 从电压电流温度三路协同监控 加上堆叠式半裤带电信的结构安全性 让这款充电宝在轻薄和稳定之间 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接下来就看整机的主控及无线充电系统 主控及无线供电LDO 型号HD7550-1 来自东莞核泰半导体 这颗LDO的输入电压 来自于生压后的母线 为主控芯片及无线控制电路 提供存进的电源 核泰半导体2012年成立 主营LDO电源管理芯片的产品 主控芯片的私印是被打磨掉的 咱们就无从介绍了 不过它的协议部分 采用了珠海智荣科技的SW6206 负责Seql的输入输出功率协商 及电压切换 配合2.2V亨的合金电感 构成同步降压电路 同时通过多颗MLCC电容 做输入输出滤波 从而实现低输出纹波 智荣科技2014年成立 专注USB PD快充协议芯片 及电源管理SoC 无线部分的核心生压控制器 是上海蓝芯科技的SC8329 负责将电池的3.7V电压 同步生压到9-12V的无线母线电压 为整个QI2无线发射模块 提供高压测能量 蓝芯2015年成立 主打同步生压快充与高效电源控制IC 无线控制核心来自深圳静芯微电子 型号为CV90367 这个芯片负责无线功率的调制 义务检测 充电握手 与动态功率调整 静芯微2013年成立 专注无线充电与电源管理解决方案 配合来自复旦微电子的 FM1230QI2健全芯片 实现对QI2协议的全电路认证 与安全功率协商 上海复旦V1998年成立 深耕安全芯片与加密控制SOC 功率驱动机 采用深圳微造半导底的 VS3622DE NMOS开工馆 一共四颗 组成标准的全桥拓部结构 将生压后的母线电压 通过交替驱动 送入无线线圈 与六颗MLCC携证电容构成的 携证网络 实现高效能量传递 微造半导底2012年成立 主营高性能功率MOSFIT与IGBT器件 私营K3N复合三级管 用于控制功放级的开关逻辑 台湾有顺科技的LM358G 运算放大机芯片 负责电流与温度信号放大 配合NTC热米电阻 适时调节输出功率 让系统在高温下 自动降功率防止过热 有顺科技1990年成立 全球领先的集体电路 与功率半导体厂商 综合测试与拆解的结果来看 这款酷秀QIR磁吸半括来 充电宝的整体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完整 首先它的核心优势 来自这一颗堆叠式半括来电芯 安全性显著提升 内部结构整齐 内组仅仅4.55毫欧 远低于传统聚合物电芯 在高供率输出时 能保持更低的发热和更高的效率 从实际体验来看 无论是有线20W以内的快充兼容 还是QIR无线15W的稳定输出 都展现出来 出色的功率控制和温度管理 实测无线连续30分钟不降频 整机温控在51摄氏度左右 这种稳定性 在超薄磁吸类产品中非常罕见 从内部设计上看 主板的架构成熟 布局紧凑 保护电源协议 三大系统分层清晰 电芯的保护电路反应灵敏 NTC40温控 做得到位 无线部分的深压 与全桥驱动协作顺畅 电路调校非常到位 总结一句话 这是一款真正兼顾安全 性能与质感的磁吸中电宝 半固带堆叠电芯 让它更稳定安全 QIR认证无线系统 让它更高效 而酷秀的整体设计与做工 也确实配得上 下一代磁吸快送的定位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 轻薄可靠 能无线15W功率输出的磁吸中电宝 这一台酷秀半固带版值得力关注 车是为了了解 才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材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斋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